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生日派对电反光玩具装在这里啊 大家好,我是Ruby 今天是凯莉的生日 所以我要给凯莉写一个生日货卡 但是怎么办呢 我的身体太小了 没法拿起这支笔来写货卡 哦,扑洛丽 扑洛丽过来了 扑洛丽 哇,我好像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谁啊 扑洛丽 哦,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叫我呀 在哪呢 哦,Ruby Ruby啊 扑洛丽 今天是凯莉的生日 我想要给她写漂亮的生日卡片 但是笔太沉了 你能不能替我写卡片呢 哦,可以的啊 可以的啊 这也没什么难的啊 你站到那边去吧 熊熊熊熊 你要写什么呢 写Happy Birthday 在卡片上就可以了吧 嘿嘿嘿嘿,写完了写了 把这个货卡给你吧 把它拿走送给凯莉吧 那我家走啦 熊熊熊熊 哇,好开心啊 拿好生日礼物 赶紧去参加凯莉的生日派对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今天是凯莉的生日 但是没有一个人来祝贺凯莉的生日啊 Ruby说她要来见凯莉的 哦,难道Ruby知道凯莉的生日吗 她会来吗 啊,这是什么呢 哦,这是Ruby送我的礼物吗 哇,好开心啊 Happy Birthday 真心祝贺你的生日凯莉 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 我爱你 漂亮的Ruby 一定要快乐 哦,好感动啊 果然真心的为我 真心的祝贺我的生日的人 只有Ruby一个人啊 但是Ruby她去哪了呢 Ruby啊,Ruby啊 怎么不见人呢 这到底是什么呢 是生日礼物吗 但是生日礼物怎么会是电饭锅呢 哎呀,真是的 难道是凯莉之前 说过不经常在家里做饭吃 所以她就买了电饭锅给我了 但是比起电饭锅 凯莉更想要其他的礼物 没关系的 反正毕竟是Ruby送给我的礼物嘛 打开看看吧 哟 哇 Ruby啊,这是什么呀 好感动啊 Ruby啊,原来你在这里啦 凯莉,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Ruby 哇呀,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让凯莉多吃点饭而送这个电饭锅的呢 那么我来打开看看吧 打开打开啦 哦,这电饭锅的设计很独特呀 这什么呢 哇 好漂亮好棒啊 变成小屋子了呢 我们在屋子里举办生日派对 你看怎么样啊 好的呀凯莉 这个房子的上面有一个漂亮的黄索椅子 你是今天的主人公 请坐在上面吧 享受派对 你说的椅子不会是就是这个吧 真是的 Ruby啊,你跟我的身高相差太多了 你那么那么的小,凯莉的那么那么的大 这里 只能坐下凯莉的一个小手指呢 不过呢,也没有关系的 我在后面静静看你 啊 不回事 在后面静静的看着你啊 Ruby,你去下面坐着等吧 凯莉给你切开蛋糕吃 我来切 好的,太好了 我坐在椅子上 好了,把蜡烛拿掉以后 放在这里 把蛋糕卡叉卡叉的切成块 蛋糕,出来吧 吃蛋糕吧 跟凯莉一起吃蛋糕 草莓味的蛋糕真的好好吃啊 哎呀,一眨眼的功夫 Ruby也吃完蛋糕了呀 可是Ruby啊 其他的朋友呢 都还没有来祝贺凯莉的生日 那么我们现在去游乐场玩耍 你看怎么样啊 啊,肚子好饱啊 好的 那么 我下楼梯 走啊 噓噓噓噓噓 今天呢 拿着Sophie和Ruby生日派对 电饭锅玩具一起玩老玩游戏 小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有意思吗 那么凯莉下次 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分享哦 再见